好,但是麻煩各位回去要記得預期 第五三,霧宿跟熱 你有看嗎? 非常好 清理看 太誇張了,怎麼會這樣子 剛剛誰有尖叫的? 剛剛誰有尖叫? 沒有尖叫 當螢幕掉下的時候誰尖叫? 當螢幕掉下,我成員 你是要說什麼? 我猜游游的 幫你加油 我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笑 想想看 游游是什麼 游游是什麼感覺 游游是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熱熱的感覺 熱熱的感覺 游游是用感覺 所以我們在講說 我們在講單位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講測游的時候 常數好不好聊? 不好 常數好不好聊? 好 哪個尺一比就知道長度的問題 那尺不知道準不準 不管尺準不準 但你比較大家就有個參考 比如這間教室 我們都同意用這大尺量 那準不準? 準 就是同意的長度 重量好不好聊? 好 重量還好 我拿個測,比一下就知道了 甚至我拿個敲敲板 那你站這邊我站這邊 一比就知道通量了 是不是這樣? 嗯 體積好不好聊? 好 體積有點難聊 你小的體積很簡單 我就把它丟到水源去 像我這麼大的體積怎麼量? 丟到水裡邊去 丟到水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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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感覺啊 我丟到水裡面去 我丟到水裡面去 有這麼大量 要給大水缸對不對 要大水缸 如果我跳一公尺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跳進去 水上升了 這麼多 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這麼大體就不好量 小體積都會量大體積不容易 可是溫度還不好量 溫度還不好量 因為如果你要隨便 就是熱面的工具 一個一個講 我們大家一起講 我就聽不聽大家講什麼 熱面的工具會不好量 沒有工具就不好量 什麼工具 溫度計 溫度計 那溫度計怎麼設計 溫度計 所以 溫度計怎麼設計 水被騰 水被騰就有溫度計 我是 嗯 水被騰就有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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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被騰 你這麼開心 想要水被騰就這麼開心 你就 你也快點了 手會膨脹 他膨脹就對了 手會膨脹 手會膨脹 然後咧 手會膨脹 然後呢 手會膨脹 然後呢 手會膨脹 他有一個體會 溫度計 因為不到這個時候就有 日溫度計 然後今天就什麼 他就給我上 OK 所以我們知道說溫度計的製作 基本上都是因為 靠什麼關係 溫度 溫度 我們希望他熱量的 說嘛 他要是 太冷 然後就會 足跡瓶 就結冰對不對 結冰問題 所以可不可以用水 不行 不可以用水 所以一般溫度計都有限制 沒有人用水當溫度計的 水會有結冰問題 所以水只是水 所以其他東西不會結冰 其他的溫度計 我們要找一種 所以假設你在找溫度計的材料 什麼樣的材料比較適合當溫度計 水 水 為什麼水 適合當溫計 現在大家都在水 沒有 我們家的溫度計有些是酒精水 酒精的溫度計 酒精 酒精不會結冰 所以你要有概念 我們要找一個溫度計 適合的溫度計 什麼樣的溫度計適合 哪個溫度計 不會結冰的 不容易結冰的 你的溫度計很低 你的溫度計很低 對吧 你的溫度計很低 背點很高 背點很高 你的溫度計很低 這是一種做法 那我想用水做一個溫度計 用什麼 用水啊 用水 來第一個 我們希望它的溫度點 越低越好還是越高越好 越低越好 因為它是負50度才會結冰 負50度才會結冰 是不是可以降到很低溫 是吧 對 那 那肺點 也是 對 肺點沒關係 那肺點 肺點沒關係 會增發 會增發嘛 如果肺點越高就不能增發 對不對 所以肺點越高越好 對 如果肺點是200度 那你可能可以測 180度都還可以測 對不對 到200度看著肺疼了 你可不可以測 就能測 而且你可能爆炸沒有錯 那肺點的話才能氣體 氣體就會產生壓力 會不會變爆炸 這是目標 可是這東西僅適用於 液體類的溫度計 是吧 有它有固體 有沒有固體的溫度計 沒有 那假設我們自己現在 我們也設計固體溫度計 對不對 我們設計固體溫度計 可不可以呢 它有沒有擴出 擴出 可以啊 可以喔 為什麼 就這樣子 然後 外面的刻度變成 變成這樣子的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樣子呢 變成這個樣子 是什麼意思 動力有一個圓柱 然後 動力有一個圓柱 然後 然後它這樣就會 就會怎麼樣 就會往歪 黃大就往外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 科術在下面 一圈一圈的 科術在下面一圈一圈的 哦 所以它越熱的時候 它就遮住越多 對 遮住越多 那它就知道 它遮住越來越多 你覺得這個溫度計 它遮小不好 很爛 很爛 為什麼很爛 因為很爛 因為很爛 因為它就是 它的膨脹 因為它是其他另外一個 它要整理膨脹 但是它現在只利用它底下的部分 這個溫度計它只利用底下的部分 這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它膨脹很少 膨脹很少 它膨脹不明顯對不對 它膨脹的效果不明顯 對不對 對吧 不容易測量 所以我們現在講測量的很大的重點 是測量的刻度要清楚嗎 像這個測量差一度 你看得出來它差一度嗎 看不出版 為什麼 你看得出來什麼 小便利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說它不出來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啊 為什麼 因為部體的變化 通常一肚子差 大概千分之一 或者是兩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假設我的指數就是十公分 千分之一多少 千分之一多少 就是0.01公分 0.0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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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分之一嘛 我是十公分的長度 千分之一是0.01公分 如果只講千分之一是0.05公分 容不容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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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再講氣體溫度器 就你剛剛要那個原住 然後裡面放水 那還是液體溫度器啊 那所有的液體溫度器 就是你這樣講的設計 你看 這是液體溫度器對不對 外面這個玻璃 你是不是就想液體溫度 裡面放水 不是說裡面有 我說外面 就是固體溫度器 就會讓液體變多 等一下液體也會膨脹 液體也會膨脹 液體也會膨脹 那血液又不會膨脹的液體 然後沒有 好 我簡單這樣講 一般來講這種膨脹喔 是現膨脹 就是說 這個長度會膨脹 這個寬度會膨脹 好 假設這個固體會膨脹 你決定拿長度來觀察膨脹 比較容易觀察 拿寬度來觀察 不要用觀察 寬度 寬度 寬度比較容易觀察嗎 長度比較容易觀察 我們講膨脹千分之 意思是你長度也膨脹千分之 寬度也膨脹千分之 欸 大眾人有沒有在講話嗎 越長越容易觀察 好 越長越容易觀察對不對 對 越長越容易觀察 所以我過來的觀察 長度會比較容易觀察 所以我拿長度來觀察 所以這個柱子 給我做機器長長的 我拿長度來觀察 是比較容易觀察的 對 對吧 那長度觀察 就像這個長度好 這個長度比50公分 然後我一膨脹 插一度的時候 插多少 插千分之一 那我多一度會多幾公分 50.1 是千分之50公分 是等於百分之五公分 這等於二十分之一公分 二十分之一公分好不好看 其實還可以喔 你看就是 就是我們一mm的一半 一mm是我們拿尺出來的 那個是一小格的一半 有沒有可能看得到 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可能把它放大 放大邊 怎麼把它放大 然後放大 然後放大一個方法 用放下去 沒有錯喔 有人去把刻度畫出來 就用放在那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刻畫了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假設我在上面 做一個勾勾 這樣子可以移動 像就是提前的話 它會有一個板子 你上面有一個板子 你頂到哪裡 它就會倒下去 那一樣啊 就是你椅子 像個部位 但是我如果在上面做勾勾 我的上面做的頂版 然後呢 我這個往上膨脹的時候 往下膨脹 那這兩個收縮比例是不一樣的 我經過這個頂感的時候 就好像這樣 你看喔 我這個 多一公分 多兩公分 多一點點 你有沒有覺得被放大 有啊 有沒有這邊是被放大 講這個距離是一公分 這距離是十公分 我可以把我這邊增加一 放大成幾倍 很多倍 放大成十倍 我們不是學像是三角形嗎 這是一個像是三角形啊 對不對 我這邊是多一公分的時候 這邊就是多十公分 我這邊多一mm 這邊多十個mm 這樣能不能觀察 但是這邊也會還會照 對 所以我講 要找個膨脹細數數一樣 假設這邊是用鐵 這邊就用銅 類似這樣 膨脹細數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 假設膨脹十分 一千分之一的 假設膨脹是 兩千分之一的 是它下對方不容易膨脹 我這膨脹1mm 它可能膨脹0.6mm 那我是不是有多 就是多一半的距離可以調整 那一半呢 但是又放大 是不是放大成十倍 就變五倍的距離可以調整 可以觀察 懂嗎 這叫指針啊 這一個叫做指針 所以我們這邊 那這指針再做長一點 我這邊可以多刻畫 好 對不對 那我經過這個物體膨脹的時候 我就看到刻畫的變化 然後我就看到刻畫 直到哪裡去 我就知道現在幾度 全部可能這樣做 一定可能這樣做 有 好 接著再等一下 沒有OK 好 我們看什麼叫液體溫體 這是物體溫體 那什麼是氣體溫體 對喔 好像是這樣 有一種液體溫體的地方 就是一個水瓶裡面 有很多顆小石頭 對 那叫做前列溫體溫體 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伸出這種 前列溫體溫體 前列溫體溫體溫體的地方 TK就通常用膳開 前列溫體溫體溫體 這個區域加就是有一種 那個玻璃平啊 來P 中將來P 好 他裡面就很多球 高球的地方 升級到那獎 這個玻璃球下面就要寫溫度 這個玻璃球下面就寫溫度 你溫度到幾度的時候它就浮上來 好可愛 那低溫度的時候它就沉下去了 所以你看浮上來的最後一顆球是幾度 那顆溫度帶著幾度 超可愛的 這是一種血液溫度具 其實它是一個藝術品 蠻有趣的 很可愛 好了 我們就先上去那邊 下禮拜講熱分溫度麻煩要預洗 對 去哪 我的溫度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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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耶